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的由来是这么样的 雪州政府有意修改18岁以下改教法令 让父母的其中一方可以单方面为孩子改教 而不需要父母双方的同意 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 据了解这项法令的修改 是由雪兰而伊斯兰理事会马伊斯推动 同时获得王公的力挺 形成来自王公的义址 那么是王公有意要推行这项修改吗 实际的情况可能只有当事者最清楚 那么我就根据零碎和片段的新闻 尝试聘咒一个图像 综合各报的报道得出来的观点 就是这一次的改教法案 有王室介入的痕迹 那么关键在于他的介入度有多少有多深 那么非穆斯林领袖能否与开明中庸的穆斯林领袖 站在一起阻止这一次的倒退呢 这件事情演变成要推倒两个人 第一就是行动党的雪州议会议长黄瑞琳 他因为巧妙地以行政方式阻挡了这个法案 引起了穆斯林议员的不满 那么第二名尝试要被拉下来的呢 就是雪州大臣公正党的阿民汝丁 这跟蓝眼内部斗争 阿兹敏派系和另外一派的斗争是有关的 那么从改教法令延伸出多个议题 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 比如政党的内斗 改教的争议 王室的政治 君主立宪 伊斯兰权限的扩大 以及开明和中庸倒退等等 不过今天呢 我就把焦点放在关键词上 就是政治宗教 吴杜权的头条是 阿民汝丁特斯拉曼 阿民汝丁安全啦 这名之前传出要被逼宫拉下台的大神 现在应该是可以松一口气过关的 因为雪州西蒙四个成员党的主席 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阿民汝丁的领导 他可以喘一口气的 据了解雪州公正党内清安华派系的议员 有意推举伊族州议员 伊德里斯阿曼来取代阿斯敏的爱将 阿民汝丁 而伊德里斯阿曼呢 据了解也获得行动党议员的支持 那么如果蓝眼分裂成支持阿民汝丁 和支持伊德里斯阿曼两派 而火箭呢 又支持伊德里斯阿曼的话 那么阿民汝丁他则必须要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 才能够坐稳他大臣的位置 他就要争取土团党 还有诚信党的支持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他必然会撕裂雪州西蒙 如果雪州西蒙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内部的斗争 而把大臣给换掉的话 那么这种做法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 因为他们的斗争只为了这张遗址 而不是为了全民而服务 那么来届大学呢 这些政客就可以把他们给换掉 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服务人民 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遗址 四名行政议员 敬见雪州苏丹 这四人呢 都是非穆斯林的行政议员 据了解敬见的目的呢 与改教法令有关 他们讨论重大还有严肃的课题 但更重要的是 讨论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成果就是真面还有好事情 还是结果就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 或者是负面的有坏消息的后果 目前不得而知 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那么我就期待是成果而不是后果 英文报STAR 他关注的是早于书法事件 他说 teacher to decide 由老师决定 早于书法事件争议了超过两个星期 昨天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 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各方的需求 反对者如懂家种继续的反对 不过这项政策造跑 没有右转 也不格置 不过教育部做出了让步 推出迷你版的早于书法 没有考试 简成三页 但是引起混淆的是 由老师决定教法 虽然是迷你版的早于书法 但是行动党领袖呢 则在发文告的时候 用了这个选修的词 但是老师还是要教 只是怎么个教法 由老师来决定如何教 不教 或者是随便教 或者是盖一只眼睛来教 教育部希望说 迷你版的早于书法 可以让事情高于段落 但是民间的反对声 不会就此停住 就算从六页变成三页 可是2021年的五年级 和2022年的六年级 早于书法 但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到底有多少个业数 教学方式如何 是否有考试 这些都没有答案 难道我们每一年都要担心 都要争议吗 比如说 今年担心明年四年级的内容 明年则担忧后年五年级的内容 那么来到后年 则担心大后年六年级的详情 能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是华士希望看到的一个正面的发展方向 但目前为止还等不到 尋找Nora的工作看到了曙光 它是一个问号 上个星期天 15岁爱尔兰少女Nora在森美兰杜甲村失踪的消息 引起了全国关注 而截至昨天搜寻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五天 那么警方发现相信是Nora的脚印 让搜寻队友燃起了希望 不过警方无法确定 同时搜寻队友会否进行到什么时候呢 到目前为止 同样还没有个最终的决定 那么就祈求当局尽快地找到Nora 让她跟家人团聚 Financial Daily 今天她的这个头条呢 跟政治是有关系的 胡斯尼说 纳吉安排部落客攻击他 胡斯尼是前第二财长 他因为不满纳吉处理一马发展公司 而选择辞职 之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攻击他 指责他性骚扰女职员的指控 同时呢 也牵涉到一些金钱的丑闻 他说 这些呢 都是纳吉在安排 一名部落格在社交媒体 发动对他的这个公司 那么我就非常的惊讶 原来纳吉也会使用这一些招数 就是性丑闻啊 跟金钱丑闻的方式 来对付他的这个政敌 但是 胡斯尼不是他的政敌 是他的队友 是他内阁的成员 是党内的人士 那么看起来 在那个时候 纳吉真的感受到恐惧 感受到威胁 认为胡斯尼会威胁到他的首相地位 跟他的首相位置 所以就使用了性 还有金钱的丑闻 来攻击胡斯尼 那么如果胡斯尼说法正确的话 那么纳吉就有必要解释 到底是否有这回事 今天星期五 我们多聊一份财经周刊 Focus Malaysia Building on Corporate Deals 这一集的封面主题呢 是探导槟城著名企业家 陈昆海领导的SWS资本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跟这一位企业家 接下来可能会展开更多的企业动作 SWS资本主要进行的业务呢 就是塑料产品以及家具 不过陈昆海呢 他是企业的并购高手 同时也热衷于让公司上市 就是IPO 他在2017年的时候 入股Agar公司 崛起成为大股东 让这家亏损连连的公司直血 那么接下来可能要让他赚更多的钱啦 接下来他也打算让提供建筑自动化 和控制方案供应商 ADF科技公司上市 所以陈昆海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企业交易 以及企业的动作 今天的头条就到此 大家记得订阅City Plus FM的 YouTube频道 按赞和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是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视频 祝大家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